在京都還有一個特別的民俗活動 叫五山送火 那樣子 因為京都周圍都是山 那所以呢 有 就是這個 對 五山送火 這個大大 還有其他的字 大大法 還有鳥居船型 那樣子 為什麼會點這個 叫五山送火 原因是因為曾經有個諸侯 他的兒子 繼承人的兒子 因為很早就過世了 然後他一直很思念他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馬啦跟牛啦 他都覺得沒有辦法 所以呢 他一直覺得說 他兒子找不到路回來 所以他用火把那個山啊 排成一道那樣子 讓那個兒子可以 順著那個火光回來 怕他找不到路回來 所以那其實 背後是非常非常感人的 後來一樣 所有的慶典 最後都會有一個演變 最後一個演變演變 所以變成一個京都啊 非常特別的一個文化 這跟我們那個金門一樣 金門其實現在農曆七月 你到金門看 每一家門口都掛了一個燈 叫七月流火 也就是幫這些回來的親人 或孤魂野鬼照亮 照亮 照亮的意思 也是蠻溫馨的 對對對 周老師剛剛講墨西哥 那墨西哥 哪有一個鬼 結成為國家最重要的結日啊 對不對 你看我也帶了一張照片來 因為他那個墨西哥 十一月一號是幼齡 就是兒童的靈魂 十二月二號是陳寗 這是幼齡 你看小朋友做多漂亮的鬼啊 而且他們在那個 周老師應該知道 就是在陳寗節那天 所有的報上都把總理啊 內閣大臣啊 全部都畫成骷髏 用漫畫畫成骷髏 或用各種方式 嘲諷他們畫成骷髏 他們就覺得 被畫成骷髏很驕傲的事情 他們墨西哥人更特別的是 他把那個骷髏頭 就做成一副 一個人的那個樣子沒有 然後自己綁在身上 就等於說 這邊有一個鐵 有一個鐵撐著 然後你套在腰上面 然後那個音樂就出來了 跟那個骷髏頭 一起的共舞 骷髏 那全部是骨架子這邊 在那邊 跳舞 在那邊跳舞這樣子 還有骷髏頭做成巧克力糖 各種的 那個鬼村 米時機 很有名 就在墨西哥東南方 這鬼村 它有一個河 他們喜歡把 做各種巧克力的棺材 真的把空棺材放在船上 在船上也要游 游完再把空棺材 帶到墳墓去 所以這種是比較歡樂的鬼 那像其實 你剛才講跟文化有關係 你看它哪一個國家 出鬼片出得多 你就知道那國家的鬼有多少 印度 泰國也 泰國的鬼片 韓國的鬼片 還有曾子別忘了 還有日本的鬼片 而且它各民族跟那個鬼的形象 跟那個文化都有關係 像韓國鬼不是都白白的有沒有 日本鬼都有個三角形 對 中國鬼 中國鬼都是那個殭屍有沒有 對 然後韓國就有一個中學生 發生一件被鬼追的一個故事 太恐怖了 它是因為韓國學生競爭壓力很大 晚上放學回家 晚上補習很晚了才回家 就他眼睛一飄就看到一個白色的影子 因為韓國鬼全身穿韓服是白的 他說頭一回過去 那個鬼就不見了 他又繼續跑 覺得那個鬼又來了 然後一回頭就不見了 就一直有那個影子一直跟著 他很緊張跑回去跟他媽講說 媽 我今天被鬼追 媽 她說什麼鬼 她說我眼睛一看到 看到一個白白的影子 可是我一回頭 她那個白白的影子就不見了 你知道 他媽就給他打下去 你白癡啊 你眼睛這邊有個範例 看到嗎 自己嚇自己搞什麼 你今天現在是吃飯時間 你捏一個範例看看 真的那個感覺很強烈喔 還蠻立體的 真的很強烈喔 是眼睛一瞄喔 有喔 一回頭又沒有喔 真的要回去試試看喔 泰國最有名那個幽魂辣辣鬼 你看過沒有 去過那個廟 去過那個廟 那個就 他就是像泰國的 紅紅的 然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那我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覺得蠻妙的一點 就是說 各地的信徒 他這個民間的流傳下來故事 說他的老公去打仗嘛 沒有回來 那他後來變成寡婦 手掛在那邊變成一個孤魂 那幽魂辣辣很多的信徒 幫他做畫像 就是去拜他的人 回去做畫給他 就紛紛到那個廟裡面的時候呢 欸 居然你看一看 那畫都差不多 畫他的樣子都差不多 雖然沒有看過 雖然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真的幽魂辣辣的長什麼樣 但是他們有辦法說 誰誰誰畫過來畫 一看怎麼掛他那邊畫 都差不多一樣 對 奇怪了 很奇怪 所以你說像西洋文化 西洋人的鬼就是吸血鬼 對 吸血鬼不是鬼 不是鬼妹 它是實體 這兩回事 吸血鬼 我到現在還相信 現在還有吸血鬼 它不是水鬼妹的 那不是什麼叫吸血鬼 它是種生物 那是我們中文這樣翻的 是喔 Empire 它不算是靈異的東西 它不是 它是具體的 它是一種物種 一種生物種 一種生物種 這個外星人跟鬼妹也不一樣 可是它是人變的對不對 對 是人的一種 人的一種 那它真的會這樣 好快的 有 在巴爾幹以後 他們考古學家 有找到以前的那個骨骸 胸口真的有這個 好物 對 還有的是這邊 但以前是這種吸血蝙蝠 有的被誤會了 那時候我就去過 羅馬尼亞最有名的 就是它那個俗稱的 這個吸血鬼的古堡 我在這時候到羅馬尼亞 你從它那個 加勒斯特那邊 還要坐火車 大概兩個多小時 然後到那邊 那古堡很漂亮 可是進去以後 它那個白短牽責 那個裡面那個樓梯很小 然後它裡面就是傳說 當時這個所謂的 這個吸血鬼的 Dragler這個博士 他這個爵士 他就住在裡面 他常常吸血以後 就把那些人的肝屍丟在那邊 那林老師 如果吸血鬼碰到殭屍鬼 誰會贏 東西大罪決 這樣應該各有錢就 不過我覺得我們要講一下 那個中元節是 到教以後才有 之前沒有 叫中元 因為圓圓 圓圓食物是上元 是情人節了 但是佛教是魚蘭盆 魚蘭盆這個字意思 就是救苦救難 從範文發音翻譯出來 其實是孝親 簡稱叫魚蘭節 那個盆後來造成誤會 什麼奉獻東西 那都不是的 所以上元 中元 對 對不對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上元的時候 我們不是點花燈嗎 那是人世間的花燈 我們到處掛張燈結彩 然後為什麼中元 我們會放很多水燈 因為認為說可能陰界是比較冷 在靠近水 所以用水燈變成 其實是在跟這個 好像我們的上元在呼應 對 這個是專門在陰間的一個節日 來幫他們 也是張燈結彩 但另外一種方式在超度 哦 了解 OK 而且我覺得現在拜好兄弟啊 真的都是吃很多防腐劑的東西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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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麼樣 他們越來越不會腐爛了嗎 他越來越不朽了 沒有 現在的脹法 現在很多 比以前我們看那個縫木挖出來的骨頭 很多都很容易化掉 現在不容易化掉 現在很多硬膝是不是 對 那為什麼 因為台灣人的習慣 在埋葬的時候 那個名子現在因為商人進步了 以前放名子的時候 那個蟲會來吃 它現在就大量的在做造紙的時候 就加了防腐劑 反正要燒的嘛 那它就加了 結果你把它放在棺木裡面 把它把屍體放進去 它就變成釜馬鈴 全部充滿在那個棺木裡面 不會吧 連精子都要買有機的嗎 所以 可是未來你可能要問一問 就是消防官要注意 那個精子要標示 有沒有放防腐劑 如果你要一起放到棺木裡面 有防腐劑 天然霧來 你都不必綁亞麻布了 是啊 所以各位精子行業的人就知道 現在社會對有機精子有需求 而且以後給往生者穿的衣服 還要光觸媒 光觸媒 我一個朋友 他經過一個通靈的思菇 跟他一個好朋友通話 他就問說 你最近好嗎 後來下面好寂寞 那我可以幫你做什麼事嗎 我要玩啦 他有玩的可能 他有玩味 他就跑去真正 還花了三千兩百塊 做個真的 連遙控器都有 給他殺個瘟 那我對於這種紙紮人也好 或者說他們弄那種車子麻將 那是從我們上次講兵馬俑那種概念出來的對不對 那他這樣做出這樣的實體 可是那為什麼不就燒真的咧 對啊 你通常你燒空殼子給他幹嘛 燃燒是一種傳播的一種過程而已 象徵性的 那一定要做成像這樣餵 那我可以就一定要餵的樣子嗎 我們那個祭司的東西 因為肉類腐壞特別快 因為顧問野鬼吸他的氣的 所以通常我們祭司完 那個東西就好不要吃 對 哦 了解了解了解 OK 你知道還有人燒那個同男同女啊 可是背後沒有寫一個蒲 你知道嗎 你沒有寫蒲 不行啊 因為有人就是燒給他奶奶同男同女 後來奶奶來託夢說 我好累我不能再跟你講話 因為透過那個通靈的嘛 他說不行了我要回去煮飯 奶奶你幹嘛回去煮飯 我不是有燒同男同女 他說你沒有寫蒲 現在青少年都不煮飯了 還要回來吃飯 我還要滯後他了 而且大陸前一陣子 還有那個紙紮人裡面有寫二男 也真的啊 大陸不是新這個啊 可是他們現在有過清明節了耶 其實大陸在那個農曆 7月14、15、16 在這個雲南的楚雄 那邊其實就講起來 他們的鬼節一點都不可怕 甚至還會有很多另外一種鬼會跑去